我們就是拍打 全部從手錶以下 外側的這個先打 我們這個叫陽面 這個叫做陰面 那你打的時候像這個米球 你不要這樣打 你打下去的時候要收回來 我們小時候不是用到毛巾嗎 對不對 玩的時候是去的時候 抽回來他有什麼反彈力 你就這樣子打 你有個力量這樣進去 這個不是打 不是這個表皮是騎裡面的經過 打 這樣子做先把它撐開來 那我們 在手的部分 拋接 是練什麼 練反應跟練專注力 這樣練 來滴滴來 這個拋接是人類生存的本能 我們一定會丟東西 去打獵一定要丟東西 對不對 抓東西 抓東西才有辦法 生存下來 這是人類的本能 你手在動的時候 就是大腦在動 所以這個是練大腦的 練手的 這是米球 在弄 那我們最近發展一個 書上也有寫的 大米球 看一下 對 用鞋墊 讓它墊 矯正以後 這個大米球 襪子 在113頁 113頁跟117頁是講米球拋戒 那我們的大米球 我們叫做 知足跟滿足 知道逐步的變形以後 滿足逐步的變形 因為我們觀察到 你今天都是踩的地板 都是硬的地板 其實我到農田 我去年一整年 我禮拜三下午去的時候 我到農田 那個乾淨的田 我是赤腳去踩田地 那個對我的身體真的有幫助 但是台北你要這樣吃腳踩田地 你在草地都踩不到 因為都是高賽 真的是很慘 那怎麼辦 後來我們 我跟迪懷兩個人 想出來用那個 米放在瓜子裡面 讓它踩 我最近有一個 那個急速車腕很嚴重的病人 踩一踩真的挺起來 他本來兩隻腳差 三公分多了 現在少一公分的差別 差兩公分而已 就停了 因為 我們